而这个主席的位子他二月底就要卸任了 接下来到底是谁接棒呢 呼声很高的高雄市长陈菊 他今天婉转的表示要以市政优先 他尊重民进党所推举出来的人选 至于台南市长赖清德则表态婉拒 不考虑当代理党主席 大过年高雄市长陈菊到前定拜拜求平安还发红包 看起来神情气爽 不过大家都关心小英主席只做到二月底 是不是由成局接棒当民进党代理主席 各界看好不过成局没有把话说死 却表示以市政优先 强调民进党有机制他会尊重中常会的决定 甚至推举中常委也有实力当代理主席 而另一个呼声颇高的人选是台南市长赖清德 对各方推举已经开口婉拒 目前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市政 不管是代理或者是下一任的党主席 我都没有考虑 没考虑当代理党主席 赖清德清楚表态 那台湾两位高人气的地方首长被点名接棒 却意愿不高 到底有谁接任代理党主席 连带牵动各派系着手布局接班的战场 三里新闻黄家平确认后李世红高雄台南报道 选举已经结束